将来呢? 历史有其现实意义 过去的经验对现实和未来都是一种借鉴 如果说经验可以使人更加成熟 那么历史便是世世代代人们的经验的概括 本书所讲的事实并不是为了引起国际的关注 但是林德曼斯事件的后果却超出地区的范围 本书所讲的事件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因为从中可以引申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教义 我们不妨看看这动荡的现实 只要俄国存在 我们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和平与繁荣 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要求世界霸权 苏联政治局正是在滋滋不倦地追求这一目标 世界霸权的取得将通过三种方式进行 第一通过表面的民主方式 第二对自由国家进行经常的威胁 第三闪电战 我认为在目前我们宁肯保持冷战 也要避免任何可能的世界冲突 一个只进行过白米跑训练的运动员 最好不要参加马拉松的角逐 我们应当懂得真正的和平并未到手 除非出现什么奇迹 否则目前这种捉摸不定的威胁 和消耗着联合国巨大财富的连年的游击战局面 将持续多年 完善我们的反间谍工作 是冷战中进行自卫的一种积极方法 由于这种工作不为公众所了解 所以也不可能受到人们的赞扬 就像捕鱼时 把精力放在了漏网之鱼上 漏网之鱼是不计其数的 自1945年以来 因为给俄国人提供情报而被捕 或仍逍遥法外的 就有美国的艾伦纳恩梅 阿尔杰西斯 以及福克斯和彭德克尔沃教授 英国外交部的两位要员 伯基斯和麦克莱恩 同样是神秘的 无影无踪的消失了 据说后两人从未接触过国家机密 但是另外四人 却都在工作中掌握了当代最重要的机密 如果说俄国人正在储备原子弹 以便把它扔到世界各地 那么这四位科学家 是应对此负部分责任的 在战争期间 需要牺牲个人的某些权利和自由 进行新闻检查 颁布法令 其严厉程度会使我们感到遗憾 但是它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在和平时期 我们无法忍受某些限制 渴望彻底的自由 这是合理的 如果为了保卫我们的民主体制 而把民主体制全部牺牲 这是多么不明智啊 在冷战时期 我主张我们的科学家 外交官和民众 都要像我们的士兵一样 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 当一个人自愿入伍 或者响应军事召唤时 他十分清楚 要失去一般平民百姓的一些权利 他必须服从严格的命令 派到哪里就去哪里 不能搞罢工 士兵罢工 在军事术语中叫做叛乱 一个科学家 一个外交官 或一个从事政府工作的政治家 也应像军人一样 放弃类似的特权 因为这种特权 同国家的安全要求 是不相容的 好在谁也不能强迫他们 成为政府官员 然而一旦成了政府官员 为什么不像对士兵一样 给他们规定某些纪律与条例 使他们保守国家秘密呢 不管在战时 还是在和平时期 反间谍机构的任务和警察 是一样的 即追捕间谍和叛徒 逮捕一切嫌疑犯 反间谍人员应具备许多 通过长期训练所获得的 颇不寻常的条件 总体来说 这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反间谍人员要随时待命 因为这不是一种 按部就班的工作 他们简直不可能过家庭生活 往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突然奔赴某地 他们不能参加社交活动 因为他们的工作 不是能同别人交谈的话题 这种工作 要求有丰富的司法和心理学知识 掌握多种语言和经常身临险境 从事这种工作的人 要求得到很好的报酬 是理所当然的 我当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的首席审讯官时 工资却不比一个熟练的打字远高 尽管这是英国反间谍系统的关键工作之一 战争期间 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但在和平时期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一个公民在私营工厂 每年能得到一千五百英镑 而一个政府职员 仅能得到此数的三分之一 这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我们不能说 得高报酬的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 同样一个国会议员 投票赞成提高工资三分之一 也并非是缺乏爱国心 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为了吸引人们 从事一种艰巨的不大众化的工作 可采取两种方法 一是增加工资 二是改善工作条件 鉴于反间谍工作的性质 第二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但是如果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 以经常吸收新的人选 这对国家是毫无损害的 这样我们的间谍就不至被认为是雇佣的 就如上面我们讲的 一元不是雇佣的一样 在安全问题上吝啬 不仅是最大的浪费 也是莫名其妙的小器 如果俄国人把在纳恩煤和福克斯的帮助下 生产的原子弹扔到世界上 损失将是无法挽救的 世界的全部黄金 也无法拯救在轰炸中死去的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如果多花上几千英镑 原子弹的秘密也就保住了 在必要时多花一个便时 要比不得已时花几百万英镑来弥补损失划算得多 在冷战时期 这一点是有教义的 千万不要忘记 只要俄国人一点头 这个冷战便可成为热的 尽管为加强欧洲的防务已做了巨大的努力 但要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果今天俄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用不了半个月 他们便可到达拉芒式海峡 难民的浪潮将达到敦克尔克施县后的十倍 面对这种形式 从现在起 反间谍组织的负责人就应开始大量招募间谍人员 作为情报系统的一个部门 国家领土安全机构 无疑是很好的 培养现役或预备役的审讯人员组织 审讯人员应首先学会检查嫌疑犯的随身之物 在里面往往能发现间谍的这样或那样的罪证 另外安保人员应流利地掌握几种外语 特别是法语和德语 上次大战中 安保组织中有学识的头脑灵力的人员 因为不能审问嫌疑犯 落了个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一句拉丁谚语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需要和平 那就准备战斗 我们谁也不希望再来一次战争 那将是我们文明的末日 但是把双臂高高举起 并不能使我们避免它 只有苏联政治局才能断言是否发生战争 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头子们 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 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我们的斗争越有力 我们的防务就越有效 苏联政治局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反间谍人员被幽默地称为 斗篷下的匕首 但不要忘记 斗篷是很好的防身之物 而可以杀死国王的敌人的是匕首